美国劳工统计局BLS公布最新数据显示 截至今2024年3月 过去一年内的就业人数初步下修81.8万人 不仅创下2009年以来最大下修幅度 也是有记录以来次高 显见美国就业市场远不如先前数据表现稳健 据知商所的FedWatch工具 交易员预期9月降息的几率为100% 只是降息幅度多寡则仍看法分歧 多数决策官员认为通膨将持续放缓 部分官员则表示 就业市场严重恶化的风险升高 在美国就业市场可能不如预期之下 美国联准会Fed在9月降息两码50个基点 可能性升高 华尔街将聚焦Fed主席鲍尔Jerome Powell 将在捷克霍尔Jackson Hole全球央行年会上发表的谈话 届时可能会为9月利率决策方向抛出方向球